杯碟晚餐 陈辉文时间 杯碟晚餐 我是陈辉文 1214 今天是礼拜五 跟我们的听众们报告 我准备的这个节目内容 在狗飞火车 我们要谈这个 陈明文的泄密案 这我跟你保证 全国各大政策 不会有人谈 因为这个比较偏向 社会的东西呢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下个礼拜 能够有新的状况 然后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 社会新闻的部分 其实他里面 我们讲陈明文这个案子 他里面很多故事可以讲 陈明文他本身 也很多的争议 我可以用争议 他以前是国民党的 以前张花冠也是国民党的 可是现在两个都变民进党的 所以这个嘉义的政坛 嘉义的这个 包括陈明文的弊案 张花冠的弊案 之前张花冠弊案 我们讲的比较多 陈明文的弊案讲的比较少 那张花冠跟陈明文之间 有性骚扰的案子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中央 我只能在狗飞火车 单元简单跟大家带一下 那我希望下个礼拜 能够有好消息告诉大家 那我要再跟我们电台的 这个主管 还有我们电台的 这个协力的这些同仁们 这研究一下 我希望下礼拜能够跟 听听朋友报告 好 那这个每日一句 我们选的是这个 陈建民的女儿 陈思雨 那他去登记 那要参选 这个姚文志 请辞的那些立委 那这个陈思雨啊 因为毕竟太年轻 太年轻 那 其实他去批评什么 何志伟啊 去批评连胜文 骂到他自己 我是觉得很可惜 因为 我希望陈思雨去跟他爸爸学 他爸爸是陈建民 这个台联的这个 台北市医院 这个就顾 我跟陈建民很久没见面 今天 遇到业仪经委员 很多年没见 都见到一些以前 很多年没见 我说陈思雨 你应该学你爸爸 你不要学柯文哲 那他今天是这个 毕竟年轻人啊 这个 年轻气盛啊 就用柯P那一套 柯P那一套 只有柯文哲吃得开 那陈思雨 你去学柯文哲 他说他是白色力量的第一代 这不必了 不必了 不是没看过新闻 白色力量第一代 第一代 好第二代 我们看这个川普 美国总统川普 他之前的律师啊 被依这个 伪证罪判 有提出已经三年 坦白讲 我有点讶异 因为他 他几乎全部都招了什么 还判三年 很奇怪 因为在美国 那个认罪协商啊 其实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到底判几年啊 你如果认罪 我就不起诉你了 所以美国的法律制度 根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看到川普的这个前律师被判三年 判的有点重 那我不太清楚他们在吵什么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新闻就说 川普是个说谎的人 是经过美国的法院认证了 他的这个律师 被判三年的这个律师 就是在帮他做 under table的dirty job 台面下肮脏的工作 就是这个 这个律师帮他做的 他付钱给 AV女優 风口 我现在要选总统 那我们以前有过那个 那我现在选总统 你不要把我们的事情讲出来 奉川普之命 拿钱去 封口的 就是这个律师 所以 台湾别人当然了解说 现在美国总统 是一个什么道德 品德的人 川普这种货色 那时候被质疑说 你是不是跟AV女優 没有 从头博认到尾 结果现在他的律师 被判三年了 那我们看这个 联合报今天报导 说国防部的智库 称对岸为中国 他一个国防安全研究院 这个写了一个报告说什么 中国中国 这因为以前 以前在我们的这个国军 称呼对方叫做中国大陆 或者叫中共 用这两个说法 中国大陆跟中共 那现在的国防部的智库 称为中国 那我要跟T&P报告说 这个意义上跟层次上 差别非常大 中国 大陆 中国大陆 这意思完全不一样 中国 大陆跟中国大陆 这不一样 那你称呼他 阿共 中共 老共 这个还比较有点 这个 这个 斟酌的空间 可是你叫人家中国 那就是 比较偏向独派的一边国 你看 马英九总统 他从来不会称呼对岸叫中国 从来不会 他都是讲中国大陆 或是大陆 这个 这个 其实不是我们的记录 前几天 吴宝春不是 那个 闹了很大的风波吗 吴宝春 中国台湾 好 那有些这个 对岸的网友 这个我要特别跟大家说 因为这几天 我这个 拼经济的关系 所以 脸书跟YouTube部分 我实在是 这个力有未带 没有办法去回 这点我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因为 拼经济 拼经济 有些这个 对岸的网友 在我们的YouTube留言 就讲说 中国台湾没错 中国台湾 站在你的立场 中国台湾当然没错 可是 我一再的解释说 因为你没有住在我们这里 你不知道 你不了解我们的政治的状况 我解释可以听 你又听不进去 我也没办法 从马政府到蔡政府 不管是国民党 或是民进党 中国台湾这四个字 在我们的政坛 我们认为这四个字 就是矮话 你不能从大陆来看台湾 一定不准 就如同我从台湾看大陆 也不准 我看到好几个网友 在护草说 你又没来过大陆 没来过大陆 就不能评论大陆吗 那我去美国 去没几次 我能评论美国吗 那个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说 你 这四个字在我们 不管蓝绿的政府 蓝绿的总统 就认为这四个字 就是矮话 所以为什么吴宝春 他讲九个公司 OK 讲两岸家庆 OK 你去讲中国台湾 这个就触动了 那个敏感的神经了 我也不晓得 帮他写稿的 这个经济公司 公关公司 到底是哪一国的 有人说是台湾的 有人说是新加坡的 我也不晓得 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听到没有 我讲说 我也不晓得 这个事情 真的还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 因为听到没有 你可以从我在电视上 或在我们电台的 这个言论里面 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是非常的阴谋论 为什么 因为我被骗太多次了 我是阴谋论 所以 我不是要开吴宝春检讨 但是 名称的部分 我们认为中国台湾 就是个矮话 这里要请对岸的朋友 你们去 这个理解 那另外第二段 我要跟大家谈到 蔡总统2020连任的关键 就在于两岸关系的新路线 绝对不是什么蔡柯惠 蔡柯惠那个 昨天啊 这个非常的糟糕 那这个在我们第一段会谈 什么什么 什么ABS啦 什么表姐当董事长 什么 那个都不重要 那个都不重要 明天的蔡侯惠 本来跟侯友宜 约见面的 也顺言 应该要延到这个 25号侯友宜正式就任之后 然后再另找时间跟定点 其实那些都不重要 我再讲一遍 蔡总统要连任2020的关键 在于两岸关系 两岸政策 两岸的问题 其他都是滋味莫节 其他都不重要 这待会第二段会 这个跟大家做说明 好 我们第一段要看这个蔡柯惠 这个当然 就如同孙安佐回来 昨天花了太多的媒体 也太多的节目 今天媒体这么大的篇幅 跟这个报道 都在讲这个蔡柯惠 可是呢 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没有意义 我要先感谢我们的 听到没有 到我们的脸书 飞碟联播网来帮我们按赞 即将突破9万 没有按的朋友帮我按一下 我们飞碟联播网 因为你现在看直播地方 我们电台的脸书帮我按赞一下 谢谢 那我的粉专啊 在脸书的飞碟晚餐 成婚的时间 有好几位听众朋友 跑去那边要看直播 那边不会有直播 直播在这边 就是两个管道嘛 一个是我们电台的脸书 电台的脸书是看直播的地方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节目的脸书 那我也再次跟听闻报告说 如果你有事情 你有建议 希望我一定能够看到的话 请你到我们节目的脸书 到我们的节目的脸书来留 那飞碟晚餐 陈回文时间 你去搜寻脸书 就可以找到我的 我们节目的粉专 那飞碟联播网 是我们电台的粉专 也麻烦你捧场 也要拜托大家帮我按分享 那有些听众朋友 他不愿意按的 我也不勉强 你不想按也不用跟我解释 这种事情欢喜感吗 我不可以跟你勉强 勉强就没意思了 是不是这样 你来捧场我就很欢喜 我是说你来捧场的同时 你可以帮我promote 我是最感谢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看我拼经济跑很多 这个节目啦 电视台 我不能在别人的节目 宣传我的节目 我不能在别人的节目 宣传我的节目 那我要在哪个地方 宣传我自己的节目呢 当然是在我自己的节目 就有点像道口令 但我跟你讲的实在话 就是这样子 那我刚刚跟大家讲说 那个下个礼拜的部分 等下礼拜比较确定的时候 我再来跟大家报告 基本上我希望能够有一个 比较专门做我们 网路上听众朋友的 这个回应的部分 因为有时候我回去 就拼完经济之后回去之后 其实坦白讲我自己也累了 坦白讲是累了 然后洗澡洗衣服 准备睡觉等等 其实很累 那我要再找时间跟大家互动 或是回大家的留言什么的 有时候我时间上真的会有卡住 所以我希望下个礼拜 能够跟听众朋友说 我们有一个专门 来谈社会新闻的 然后专门跟我们听众朋友互动的 那我会尽量把时间做安排 我们新闻讲一讲 社会新闻讲一讲 今天最应该谈的社会新闻 司法的判决 有人开枪 毒品 赌博等等 这些社会新闻讲完之后 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 是可以让大家在网路上 我及时就跟你互动 你不用再等我的留言 我也不会去留言 因为我们就直接在网路上互动 这样子 这个是我 我目前的这个想法是这样 那等到下礼拜 今天礼拜五 下礼拜一 我再跟听众 报告我们的这个时间 跟这个状况 好 那个 所以 拜托大家帮我按分享 我希望更多人知道 我们有新的 那所以我前两天也跟大家讲说 我们 飞碟 联播网 广播的 资深的听众 就是你都用 收音机听的 你都用APP听的 那你从来没有看过我们直播的 那请你 这个找时间 到YouTube 或到脸书 YouTube应该比较好找 就飞碟联播网 然后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 直播的重播 那你去看这个画面 就跟你平常听这个广播 应该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里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好 我们看昨天这个菜科会 你看天歌大报标题都写菜科会 菜科会 菜放在前面嘛 菜科会 那你不会看到人写科菜会 对不对 都是菜科会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都是写菜科会 那应该是 绿白合作 还是白绿合作 因为我很计较 当然应该是这个 绿白合作嘛 如果你都写菜科会的话 那怎么会是白绿合作 当然是菜科会 然后绿白合作 那昨天早上 这个 因为菜科会是昨天下午嘛 昨天早上这个 媒体就问柯文哲 其实柯文哲 当然也不能完全看 柯文哲这几年 浪费了很多的 媒体的资源跟版面 这当然也要怪媒体自己 老是跑去问他一些 五四三的 其实是浪费 我坦白是浪费 那昨天上午呢 柯文哲提到了台大校长 他认为以 他说他不是以台北市长的身份 用什么台大医学院的 什么教授的身份啊 他认为应该这个 任赔杀出 让管中敏去当 这个台大的校长 说人家是个什么老文青啊 喝红酒等等 我是觉得很无聊 我是觉得很无聊 那柯文哲真的关心台大校长吗 其实不是 他并不是真的关心台大校长 大家不要被他骗了 只要能够 修理民进党的 只要能够 让他抹取政治利益的 因为他知道管中敏这个事情 民进党会卡住了嘛 卡住了 好那这张状态 你们赶快认赔杀出 如果今天民进党 真的让管中敏去当台大校长 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因为已经吵很久了嘛 大家骂了啊 什么什么 管中敏也撑在那里啊 什么的 如果现在蔡总统 或是赖院长 或是教育部长叶俊总说 好吧 大家骂那么久 就让管中敏去当台大校长 我跟你讲 那个随之而来风暴 蔡总统恐怕挡不住 挡不住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柯文哲是借管中敏的人头一用 垃圾是不分蓝绿白 我就是操作这个议题嘛 我知道这个是你民进党现在的 你民进党现在的盲场嘛 你现在地村生在这嘛 我就给你吐一下吐一下 他故意的 他故意讲 管中敏任赔杀出 那我请问柯文哲 那你大巨蛋为什么不认赔杀出 大巨蛋你为什么不认赔杀出 现在这席 姚恩智这席立委的补选 你为什么不认赔杀出 你只会叫别人认赔杀出 你自己为什么不做呢 有什么 我来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管中敏的人 现在绝对不能过 听那边 你看 从管中敏他通过临选 这准台大校长以来 是哪一个媒体一路在卡管 因为我讲我要负责 我们这现场直播 这也不能简介的 从头到尾都是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是一路的卡管 一路的把管 他坚持不让管中敏 当台大校长 那我现在不是要跟大家讲 意识形态 我也不是要跟大家argue说 那到底管中敏应不应该当台大校长 我的角度不在这里 我是要告诉听众朋友 如果蔡总统或是赖院长 或是叶部长 你让管中敏当台大校长 我请问你 自由时报怎么自圆其说 那些独派的 那些本土社团的 那些一路批评管中敏的 他怎么自圆其说 怎么办 难道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以前批评管中敏都是错的 管中敏早就应该当台大校长的 我们以前是错的 我跟大家道歉 是这样子吗 那些一路卡管 一路把管的 绿色的朋友 他们吞得下去吗 所以有绿色的 媒体的主持人 在选前 不是现在 这个九合一选举之前 我记得应该两三个月之前有了 很久之前 那我就不讲是哪一位 那这位绿色有影响力的 那个媒体的主持人 他说 他说 如果让 因为管中敏这个事情吵很久 他说 如果让管中敏当台大校长 选前 他说 民政党的选记的办法 民政党的选记的办法 如果你让管中敏当台大校长 好 现在选记了 一样的状况 如果你让管中敏当台大校长 蔡总统2020怎么选 你难道告诉大家说 卓飞金事吗 卓飞金事吗 你一路的卡他 你现在突然投降了 那你之前卡他就是错的了 不是吗 所以变得有点骑虎难下 那自由时报呢 我推荐大家看今天自由时报 一篇特稿 我在少康战金事也有提到 就说 昨天的蔡柯会 然后柯文哲讲了一大堆台北市政的问题 很多都是刊托 那我特别表扬自由时报 就是说 因为其他的大报 这个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柯文哲报告了一大堆台北市政的困难 其实很多是骗人的 自由时报特稿 有把这个 这个点出来 另外有 网友到我的脸书去点播 这我本来就要讲了 我本来就要讲 你点播的是更提醒我 那我在那个赵先生的节目 绍康战金事 我今天也有跟大家报告 柯文哲昨天又在讲 那个亚斯伯格症 这我们节目中都要讲几遍了 他的亚斯伯格症是骗人的 骗人的 在台北市议会 柯文哲自己承认 他没有去诊断亚斯伯格症 然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兴怡 说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那没有去诊断呢 你就不应该消费这个事情 柯文哲回应说 好啦 你柯文哲的态度嘛 这个拽的二五八万 好啦好啦 其实他根本没有去 诊断他有没有亚斯伯格症 他是骗人 雄青要讲多少 讲得很像变成我是柯黑啊 我不是柯黑 柯黑是王世杰 我不是柯黑 讲得很像 我跟他有什么生存答案一样 因为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姚立民在选立委的时候 竞选口号 姚立民 当年姚立民还是新党的时候 有时候你知道政治人物 党会变来变去 姚立民当年在代表新党选立委的时候 姚立民的竞选口号我很喜欢啊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讲完了 你这么怂的竞选口号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嘛 那你到底有没有亚斯伯格症呢 你自己是医生啊 你的医德在哪里 如果你根本没有去诊断过 你怎么可以说你有亚斯伯格症呢 那这样子对亚斯伯格症的患者 跟家属公平嘛 讲得你很像 我给他看这个 这是今天的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的这个照片啊 拍得好 这版面做得也很好 这整个昨天的蔡柯会 柯文哲是多么的鄙视 多么的用这种所有的肢体语言表情 去羞辱蔡总统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不应该啦 我不是蔡本 我不是在帮蔡总统讲话 我也不是保皇党 我也没有要入阁 轮也轮不到我 我说 你可以这样子对待总统吗 人家跟你约好时间 见面碰面开会 你这样子对待是要怎样 人家讲到你这样 你那边装的一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没有教养的事情 我真的对这个 柯文哲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失望 他今天之所以能够当台北市长 是当年民进党的礼让 民进党不只礼让他 民进党是全党之力力挺柯文哲 你知道一个执政党 他不提名 对不起 他那时候应该是 那时候是在业党 2014年那时候 民进党不提名台北市长 然后全党去挺柯文哲 柯文哲才能当选 几百年胜文 这是后话 那我觉得你没秀这个情 当然绿白之间有很多恩怨 你又派杨阳出来选 台湾这样子你又骂我 有很多恩怨 这个我同意 可是你今天是 在北门的这个聚会 你接待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你是接待中华民国的总统 来看这个北门 还有北门邮局 结果你故意装的这种肢体语言 好像你很不屑 好像你很不耐烦 还什么 我都是照剧本演出的 这能讲吗 我感觉这些 非常疲惫 这个前两天 这个柯文哲批评谣人多 把戏争多恶心 这句话我回赠给柯文哲 你把戏也争多恶心 那个是装出来的 这个跟亚士伯格真的没有关系 柯文哲他自己根本就没那个病 是柯文哲故意的 我就是看不起你 你有求于我 是你要来见我的 又不是我要见你 你说你要来的 那我就接待你 我就装这个脸给你看 我也知道现场这么多记者在看 怎样 你地址条告诉我说 我们要互动 我就是不互动啊 我就勉强笑一下是怎样 就是这样 台北市长的首都市长 就是这样子啊 即便当年蔡主席 2014年那时候是蔡主席 这个民进党党主席 即便当年民进党是 全党之力去挺你 你知道柯文哲刚当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台北市议会 那时候高嘉宇 我不知道还排到哪里 那时候民进党 台北市议会党团 是全力挺柯文哲 你还记得吗 他刚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是全力挺柯文哲 那时候没有什么柯 什么有柯 什么柯黑 没有 就通通挺柯文哲 所以我说绿白之间荣获有恩怨 有误会 有不愉快 可是你不能在这么公开的场合 去接待一个我们的总统 这个是不礼貌的 没格式 没水准 不应该这样子 那我觉得听到没有 蔡总统他当然知道 他因为林鹤明是以前科匹的班人 现在是蔡总统班人 他们幕僚在联系的时候 早就知道安排这些流程啊 什么的 那柯文哲他这种态度 蔡总统跟林鹤明 他们也都杀盘退缘过的 因为林鹤明当过他的部署 柯匹就这种人 看贯没看贯啊 就怎样 所以我认为蔡总统他身段放软 然后这个放低姿态 明明知道会被这样子 然后呢他还是 去赴这个蔡柯会 听到没有我的结论 这样没想起来 你得到没想起来 蔡总统没有在欠他的啦 那我也同意说 柯文哲也没有欠蔡总统了啦 听到没有你了解的意思吗 大家没想起来嘛 我这个是引述柯妈妈的话 以前你让我选起 我现在选到了 现在你结合一输了 你要来台北市开个会 也见面了 这样就好了 不要再去求柯文哲了啦 坦白讲也没有必要嘛 那怎么办 就选举建树营了 你要选那三个都啊 国民党派一个 柯文哲跳楼算啊 蔡总统要连任 那三个都嘛 要一对一也可以 这怎样 反正就是 大家选举建树营 不要再搞什么密会啦 什么交易什么的 不要了啦 就选票决定啦 这个我的看法 不一定建议大家参考 我是陈文文 我们这段谈这个 两岸跟统獨的问题 那我们的扣印呢 也是一样 我们要谈两岸关系跟统獨 也特别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 待会啊 因为我们节目就两个特色嘛 一个是现场直播 一个是开放call in 没了 没有其他特色的 这点很抱歉 那要怎么来丰富我们节目的内容 我还要再 再多思考 就多思考 因为也要在我拼经济的同时 能够找到一个平衡 那我刚刚也跟大家透露说 我希望下个礼拜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我把社会新闻的部分 从我们的节目 这个尽量的抽离 那除非很大很大的社会时间 那我尽量把社会新闻 挪到我们新的这个 这个部分 然后跟我们听众朋友的互动 然后能够及时的互动 因为譬如说你现在六点多 在我们的直播上面留言 等到我回到家 我预估我今天回到家 应该十点多以后 十点多以后 那六点多跟十点多 就隔了好几个小时 以目前的科技跟 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子 那中间当然有很多 我要去拼经济 开车吃饭等等 这种种杂事 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一个 比较及时性 跟大家互动的部分 那当然不止我们一天 这个每天我们节目三通的口音 那个也太少 我们来看今天第二段的内容 刚前面跟大家报告过 这个川普啊 他的丑闻 他跟AV女優那个是丑闻 他跟通俄门的部分 通俄门就是他之前 在2016的中心大军里面 是不是有透过 俄罗斯的协助 然后去打这个选战 这个美国的这个特别警察官 还在查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查到什么时候 那川普呢 他的司法部啊 出建招出奥部 一直在这个修理这个特别警察官 那我也不知道 应该赶快查一查吧 不然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 这个川普这两大丑闻嘛 一个通俄门 一个跟AV女優的这个封口费 好 那另外呢 因为天文你知道 现在是2018年的12月 也就是2018年财政年度的 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NDA 眼看 剩下不到个月了 好 所以 底下边 我们的新闻 我们的媒体是怎么样的 这个 这个在我认为 这个是假新闻 好 这两天不是行政院说 这个是假新闻啊 怎么叫假新闻 美国的参议院跟众议院 他们通过的国防授权法 他们通过说 国防授权法是好几千条 里面有一两条 跟我们台湾有关 我们就敲头打鼓 这个跟台湾有关啊 好 那我请问你 国防授权法里面写什么 写的都是废话 写的都是废话 然后参议院 中医院 哦 这个不得了 什么 那你都没做啊 2017年的国防授权法 已经结束了 现在都2018年底的 请问 2017年国防授权法 写的内容 2017年有做吗 没有啊 那是欧巴马签的 欧巴马卸人之前签的 那财政年度是2017 欧巴马卸人是2016嘛 他卸人之前签的 没做啊 好 2017国防授权法公固 那2018呢 2018剩不到一个月啊 2018国防授权法有做吗 也没做啊 那我请问你 这个为什么就是美国的这个学者 两岸的学者叫任学历 任学历 他当时讲是台湾旅行法 不是国防授权 任学历说 台湾旅行法是美国国会在戏弄台湾 美国国会在戏弄台湾 我衍生任学历的话 任学历是个美国人 不只台湾旅行法系统台湾 国防授权法是系统台湾 所以天呗我的合理合理 我们是不是把 外交资源浪费在这种美国国会的 我不知道 你通过这个都没有用啊 都是出一张嘴啊 坦白讲 如果美国的军舰真的开过来 开到高雄港 那阿共怎么办 阿共当作不知道吗 美国那些国会议员 你真的是在帮我们吗 如果美国的军舰开到高雄港 阿共打过来 美军会来吗 日本就有美军 韩国也有美军 他们会来吗 会来帮忙吗 还是来晃一下 你好 然后就走了 帮人去死 简直莫名其妙 我真的希望蔡总统还有FAPA FAPA是那个美国的这个 台湾人公共识会 你们不要再耍宝了 2019年明年的国防授权法已经签好了 已经签好了 明年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已经签好了 里面也有一两条跟我们台湾有关的 那问题是有用吗 对我们真的好吗 我们一直都没有想清楚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国防部的智库 国防安全研究院 他们出了报告 不再用中国大陆 也不再用中共 改称对岸为中国 中国 这个其实也不是国防部这个智库 如此而已 蔡总统也是一样 蔡总统 跟对岸要喊话的时候 比较软性的时候 他称大陆 可是 对岸阿共 把我们断交的时候 很怒的时候 他就叫对方中国 心情好的时候叫你大陆 心情不好的时候叫你中国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们的外交部 就吴钊燮的那个外交部 我们的外交部 称呼对岸都叫中国 我们的陆委会 陈明通那个陆委会 陆委会都称对岸叫做大陆 另外一个行政院 行政院外交部 行政院陆委会 你们称呼对岸的名称怎么不一样呢 为什么不一样 你看我们称呼对岸叫中国 就国防部 中国中国 那我请问蔡总 那我们是哪一国 我们以前就是中国 以前中华民国不是叫中国 不能叫什么 你如果称呼对岸叫中国 那我们是哪一国 我们是中华民国 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是中华民国 到底谁是中国 所以 我们因为两岸政策 两岸关系的紊乱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一直没有把这事情厘清楚 所以我刚前面跟大家讲说 你要称呼他是中国 或是称呼他是大陆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我也希望对岸的听众朋友 因为你们跟我们比较不熟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 当然有困难 因为你还不是对岸家 你对我们的这个政策 比较不了解 就如同我不了解你们的政治一样 这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称呼他是中国 那比较偏向独派 中国 你称呼他叫大陆 那比较偏向统派 那到底我们要称呼他是中国 还是大陆呢 如果我们自己在那边自嗨 说我就叫你中国 我们叫做台湾 我也不要叫中华台北 我们叫台湾 就如同那个东奥证明 东奥证明公投 当然是没有过啦 可是 天呗 你要了解 国际奥会 就是跟国际政治的缩影 国际奥会 都是俗辣 他们看到 阿公腿就软了 没有人敢 韩扣 没有人敢 联合国一样 WHA一样 国际刑警组织一样 国际民航组织 什么 什么APEG啊 什么TPCPP 通通通一样 没有人敢韩扣了啦 谁敢韩扣 谁愿意为了台湾跟中国翻脸 谁愿意 没有人愿意 我那也好 吃饭太用了 吃饭你 我为了台湾 去回头回 没可能的事情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我们要了解 我们的国杂 我们的国家 就是目前 这么困难 那怎么办 不要再谈孙安佐了 好不好 孙安佐一点都不重要 谈他干什么 我就不晓得 那 我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 我认为蔡总统 他现在是被 台北柯文哲的 这个 两岸家亲 还有高雄韩国瑜的 九合公司 其实他是被夹挤的 那显然 维持现状已经破功了 维持现状是漫长 哪有维持现状 现状早就改啦 你看陆克蕭条成 那个样子 两岸关系 冰冻到这样 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现状 蔡总统你没有办法 所以我说 蔡总统2020连任的关键 在于找出 两岸问题 两岸关系的新路线 怎么办 你终究是得面对 两岸问题 其他的东西 都是知为莫解的 什么表姐当董事长 什么学弟当署长 什么ABS 那个都不重要 那个都不重要 对不起 你要知道民进党 这次九合一 到底输在哪里 为什么输 经济败 经济败的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 经济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你不是一天到晚拼经济 为什么经济还是不好呢 中华民国总统最大的挑战 中华民国最大挑战 是如何处理两岸问题 越南的总统不用处理两岸问题 越南不用 菲律宾也不用 日本跟韩国也不用 我们要处理两岸问题 不管你是喜欢阿贡 还是讨厌阿贡 他就在我们旁边 那他用很多飞蛋跟银蛋对着我们 好 棍子跟胡萝卜 软硬兼施 软的更软 硬的更硬 就修理你了 我不是要帮阿贡讲话 如果我们能够独立 习近平怎么面对他的 你觉得习近平回去怎么交代 台湾独立了 习近平怎么办 怎么办 没办法交代 所以我说我不是帮阿贡讲话 那我们 对不起 我们面对现在这样的状况 我们很认真的看待这些问题吗 没有 每天电视就只有五四三 有很认真面对这问题吗 其实是没有 那我自己 我自我感觉良好的部分是 我认为我们有这个非烈晚餐的节目 然后这一个小时 是我的赎罪卷 我这样讲比较不好意思 就是说我比较想讲的 我认为应该谈的 在友台的节目不方便谈的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电台的节目 我讲给大家听 所以我说我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统或赌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是说蔡总统2020的连任关键 在于找出两岸关系的新路线吗 那新路线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 来我们来开放我们的扣应电话 我也没有答案 但是我知道如果他要连任的话 他一定得面对这个问题 他一定得处理这个问题 来02-23-63-9955 控移 23-63 这不是扣应 欢迎听听朋友们现在上线 我们要谈这个我们既定的这个 统独跟两岸的问题 欢迎听听朋友们现在打电话 02-23-63-9955 来我们接扣应 你好 哈啰 你好 欢迎哥你好 台北我先程 台北陈先生你好 对 我不容易打电话进来 陈先生你捧场来 陈先生你请说来 我之前都觉得您 讲话实际有点偏僻 不过我今天必须说您今天讲话非常的中肯 陈先生我们不是要谈这个不好意思 对请说 我们不是要谈这个 你知道我们空音要谈什么吗 台湾跟两岸的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对对我要谈的是这个 两岸的本质是竞争的关系 他们不是兄弟也不是任何学员 就是彼此两个国家之间竞争的关系 所以两岸不是一家人 不是不是 陈先生你知道我后面三题要问什么吗 题目可以提示一下吗 我每天在听啦 你是有备而来吗 你答案准备好了吗 我多准备好 我每天在想说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好那第二题是什么 题目可以提示一下吗 如果一直说要去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对台湾是有利的 我不是对台湾对老百姓 对啊 台湾就整个老百姓是有利的 对老百姓是有利的为什么 我觉得整个中国他们本身也是个压力锅啊 习近平要搞定全国几十亿人这么多个省 那也不是这么好搞定 也许西藏先制暴了 云南先制暴了 那这样子在对台湾来讲是有利的 好 那那个陈先生 那个如果统一的话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也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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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独立的话代价是什么 也是战争 也是战争 那个陈先生给蔡总统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 我希望蔡总统处遍不禁装进自强 这个是建议 是 所以我不要看衰自己啦 我觉得很多人都看衰台湾 不要看衰自己 看衰台湾跟看衰蔡总统 应该意思不太一样吧 蔡总统是目前台湾的总统嘛 所以看衰台湾的 你要他装进自强 处遍不禁就对了 是 好谢谢陈先生 谢谢来 那听到没有 我希望你是有备而来 我不要你机智问答 我们这个不是什么意志节目 我不是机智问答 那陈先生你说你题目忘记了 没关系我可以提示你 但我希望大家是有备而来 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在听 你是不是有备而来 大家都听得出来 022363995 来贝利晚餐你好 哈喽你好 大哥你好 您主打贵姓 高雄姓王 高雄王先生 你是有备而来的 有啦 是去年有call过了 今年也没call 高雄王先生 你去年有打过 你去年是讲这个题目吗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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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个题目 那你答案有变吗 没有变 那没有变你打来干嘛 没有啊 打来跟你聊天一下 因为最近比较常看到你 王先生那我要接下一通好不好 你答案没有变 你要再讲一遍你的答案就对了 对 ảả讨 哎呀 那如果我接下一通你会不会不高兴 会呀 我其实我不要讲这个 我要跟你讲说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在经济 如果蔡總統能把經濟搞好的話 如果每個聽眾朋友都要跳開這問題 那我就不要規定問題了 好啦那你問吧 我讓你問快點 你的答案不是跟去年一樣 因為我講的答案跟他們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等你問沒關係 那你不是說你去年講過了 你還要再講一次就對了 對對對對 你這樣有點猶豫 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比較好 其實有一點變 第一題有點變 正下其實是一樣的 王先生我講這個我也希望你能夠理解 你看我每天接三通這樣子 你覺得我有可能記得你去年講什麼嗎 不可能 對啊 我真的不知道你去年講什麼 真的不知道 第一題是說其實兩岸關係其實有一點像說 兩岸遠親啊 可是就是糾葛不親啊 好像我勸你你也勸我 兩個在那邊蹬來蹬去 但是原則這樣算起來還是算親戚啦 兩岸是一家人 還是一家人 應該是不算的 第二題來 第二題維持現狀的話是對人民比較好啦 但是這個部分要看中共的發展啦 如果中共發展 唯一的機會就是中共分裂啦 他分裂了很多個國家 OK好 那第三題來 第三題的話 沒有什麼統一獨立的問題啦 唯一可能會獨立的 獨立就是中共分裂成很多國家 那時候台灣趁機獨立 因為這個戰爭兩方都打不起來 第三題問的是代價 代價 對我知道 就是不會有統一跟獨立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要獨立的話 就是中共分裂成很多個國家 他已經控制不住分裂了很多國家 台灣那時候才有可能趁機獨立 第二題跟第三題的答案差不多就對了 對這差不多 就是沒有什麼統一獨立的問題 就是只有我們後 王先生我時間關係第四題的 第四題 你什麼時候還有多一個第四題的 那顯然你最近都沒有聽嘛 我第四題加 有我有聽 可是 我第四題加很久 我剛才問而已 剛才問那個前面陳先生而已 就蔡總統的建議啦 你又想起來 蔡總統沒有什麼建議 王先生謝謝啦 他把經濟搞好就好了 王先生謝謝 謝謝 王先生你 其實你做的都在我的規定範圍之內 所以我 我應該要讓你講才對 我講才對 因為我們 call in不是很多不成文的規則 你的這個都在我們規定範圍之內 所以其實你是合格的 你並沒有違反任何規定 可是我坦白說我有點為難 我希望你能夠了解 因為我們這麼多聽眾朋友 然後每天這樣開口音 我有我為難的地方 但我不是批評你 前面陳先生我也不是批評你 我都很感謝大家的捧場 但是因為我一個人對很多人 我有人喜歡我這個 我比較難處理 這點請大家同意 時間一個人 我們要先聽廣告 到回來的接地 不是陳惠文 來 還有一通 來 022363995 來 菲利娃友 你好 黃毓章我小朋友 喂 你好 大哥你好 您正常貴姓 你好 你好 桃園謝謝 桃園謝先生 你好 來先生我們從地體來 兩岸關係的本質是什麼 應該算是芬樂家的兄弟 芬樂家 所以還是一家人 對是一家人 那如果維持現狀的話 對到百姓有利還是不利 不利 不利 為什麼 因為 對岸現在他們經濟越來越好 台灣就是藍綠就一直這樣炒 那老百姓的生活也沒有 品質也沒有提高 OK 好 來 第三題 如果統一的話 老百姓的代價是什麼 應該就是失去一些言論 跟選舉的自由 好 那如果獨立的話代價是什麼 獨立的話 就可能 應該是要發生戰爭 那個我們給蔡總統兩岸政策正面的建議來 我覺得我想要建議蔡總統可以學一下阿扁總統 阿扁 對組合聯合內閣 可以拉一些其他政黨的人來組一個內閣這樣 對我問你兩岸關係跟主內閣有什麼關係 對 因為 我這是給那個嘛 給總統建議嘛 對 因為他現在就是 不對 那個現在 兩岸政策的建議不是政治的建議 兩岸政策的建議啊 兩岸政策的建議 也是給蔡總統政策的建議嘛 兩岸 他現在 他現在的話就是 應該是 還是可以跟對岸 就是坐下來談一談 對你剛講的內閣是跟兩岸無關的嘛 對不對 對沒有 所以我想說給他建議這樣 不是啊 我的建議是跟兩岸有關的建議 不是選舉或什麼的建議 兩岸的部分 因為我們討論是兩岸跟統獨的這個 謝謝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同場 感謝感謝感謝 聽說明 我說是兩岸的部分 你家組聯合內閣當然 也是 如果跟兩岸有關他也是意思差不多 聽說明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那個 那個狗廢火車我就把他跳過 我們看今天美日劇 那代表這個白色力量參選 姚文智奈希立委的陳思瑜 他本來是台北市觀光傳播局局長 那他爸爸是陳建民 這個資深的這個台北市議員 那他今天否認他是正二代 他說我是白色力量第一代 那因為陳建民以前我們也 就是有同台或什麼的 我也不好意思把話講太重 但是我覺得陳思瑜今天 第一次這樣子參選 然後講這個話是扣分 講這個話是不對的 我也要提醒科粉們 擁有免死金牌的只有柯P 柯文哲亂講話說謊亂罵人 罵髒話這麼多人這個按讚什麼 台灣只有柯文哲有這個免死 但是為什麼就像這樣 因為我不去討論 為什麼柯文哲有免死金牌 我不討論 但是其他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們都不是柯P 我們都不應該學柯P 講話跟做人 謝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禮拜見 感謝大家 教授